今天去给醒方在卧室里面装那个洗顶灯去 我从网上一共买了4个灯 就给人家鬼妮的卧室里面全部都给他装上 我之前不是给老伞买的这个嗨事宝的大陆灯吗 我觉得他的广源特别的好 照下来的特别舒服 小孩子歇作业也没有那种充盈 所以说我买的那个灯也买在他们家的 已经放到车上了 走吧 直接在喇着去 人家都在那等着了 走 给妈妈拜拜 你不要给你去 你不能去宝贝 这样得给你来一碗吧 咱有两个卧室大一点 装两个大灯 卧室小大放两小灯 我抱大的你抱小的走吧 看看装吃 我都已经在楼上等着了 快来吃点吧 先装楼上的 哇塞好大一个呀 还蛮重的蛮有费量感的 先装五个楼 吊的顶 还600了吗 600了 600了 可以装吗 这个灯可重了 我感觉得有十米 刚才装冷的时候都说这个灯的质量好 但是咱这个上面不能装 因为我们这个上面当初是自己缝的顶 然后吊的顶 它就只装了一层十个白 这个重量撑入不住 我考完这伙众部打了电话 他说上面就夹鼓 然后拿刀子再放着它吧 再把这个不住里头上衬出去吧 先走下个喝死路 看看这些两点吧 都差不多 对对对 那是看着顺眼就换了 这样看着又在中间了是吧 对 这个灯转好了 简单又大放了 在那里头看 还回家里头走 对 不需要买那种有带造型的 对 这个灯就小一点 因为这个卧室比较小 灯都已经装好了 现在有一种室内自然好的那种感觉 感觉舒服吧 很舒服 到时候板到新讲的时候 把那个叔叔放到这边 老伞就在这边写作业 那窗放哪 窗就放在这边 到时候你看在这边写字的时候 然后就可舒服了 它这个灯光就是不次眼 它自然的 太棒了 雨晴你看到这个灯光是圈网图灯光 大片灯光源 舒服吧 舒服 雨晴 这个灯它还有个智能开管了 等到住进来的时候 咱就把它贴在窗头 你想用哪个光源 用哪个光源 它有散囊色尾条件 想用哪个光 用哪个光 都可舒服了 哇塞这个这么高低 把这个守好啊 好的 小卧室的灯 也转好了 这个灯灯还不次眼来 这个灯灯它就是护眼灯 来遥控器给你 你看看到时候你 半拱用 看树用 核查用 想听哪个灯光 听哪个灯光 有这个真不能 这个灯光看着是真舒服 它没有那种冲影 就像我给它买的那个大路灯一样 它在下面斜左眼的时候 基本上是看不到冲影的 这个灯光就是亮而不次 不错吧 不错 不错 我感觉舒服得很 感觉回来还得给老二 再买个大路灯 我觉得舒服 对 小孩子学习嘛 学得也保护好他的眼睛 对吧 对这个灯 认不懂 这个是散落的卧室 敢破破住 它年龄大了嘛 我也给它装了一个 这样的护眼灯 主打的就是一个舒服 不次眼 看安媳妇 把这个椅柜没八树也给换了 它原来不是那种黑肠条吗 我现在给它换成这种了 我觉得比之前要好看多了 整体 对 好看多了比之前 床帘子也找好了 就是整体的硬朗设施 基本上算是关聪了 就差软爽了 窗还有这个妹没有换了 基本上都简进危险了 现在就开始散散位 本来想这个9月份住的 但是一定要挺劝 好多姐妹妹说的 不要住 小孩子太多了 那就再等等 到明年再住